《五熊八》 《六号围攻》這一款作品 在一個關鍵詞上 其實跟方舟有一定的 契合之處吧 会采用一些策略性的手段去化解对方的攻势或是击败所有的敌方 在不断地感受这两个世界观的碰撞的时候 我们会思索如何在这种碰撞中去找它们中间的共通点 我们始终坚持的是在保留原设定的基础上 进行这个基于明日方中美学的风格化创作 它是体现了创作者一个不断推翻不断打磨的一个死保过程 我们的目的始终没有改变 就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保证玩家的最有体力 我们永远有想做的东西去做 所以它是永无子敬